一個假動作 閃過對手 在人高馬大的洋將面前 照樣將球投進 這是2016年球季 周姓球員的精彩表現 但這位明星球員 卻爆出性情疑雲 周姓球員2月時 被朋友邀約到台北市 KTV包廂參加派對 現場有十多名男女喝酒狂歡 大家酒憨耳熱之際 周姓球員竟然帶著 一位不認識的女大生 走出包廂 公然在陽台上 發生性關係 過程宛如活存功 之後就打電梯離開 而女大生清晨返回住處 馬上驗傷提告 她向台北市警服務隊表示 當時已經喝醉 根本沒有同意對方發生性關係 因為精神狀況很差 才會被性侵得逞 周姓球員到案後 堅稱兩人是在清醒的狀態下 發生關係 警方訊後 將她移送法辦 從球隊打擊那個 有志強還有肌肉罩 2016年周姓球員在花蓮參加邀請賽 與酒客發生糾紛 被不遭到化傷 當時還引起軒然大波 沒想到才事隔兩年 又再度登上媒體版面 行為也被放大解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